教育部宣布高中生延后到八点十分上学 预计下个学期就要实施 未来高中生们上课有望弹性放宽 教育部拟定修正高中法令 包含全校集会每周最多一次 凿自习让学生自主决定参加 禁止考试 学校不可硬性规定八点十分前到校 第八节辅导课不可提前教学 也禁止实施列入成绩的考试 正式方案预计三月公告下个学期实施 其中影响最大就是上学时间 可延后到八点十分 喜欢调整过后的 就是时间比较充裕 早自习考试其实没有特别必要 我晚睡然后还要早起 比较远 这部分尊重自己的规划 我想自律才是这一切规范的 最重要的原则 而北一女中成功高中 已取消强制早自习 但有家长担心 没了早自习第八节考试 恐会变相压缩学习成效 如果都不能做 那请问要怎么了解孩子 到底他的普及教学的成效 也有家长忧心 若家中同时有高中国中生 上学恐会接送困难 即延后上学是否影响下课 或补习时间 诸多问题 还有在教育部逐一解决 不少家长反弹认为 作息无法配合 另外因为只有高中生 晚上学国中生不用 所以说那如果是完全中学的话 不就一校两制吗 让校方很担心会有安全的疑虑 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真宇 教育部在定政策之前 都不需要跟各界讨论的吗 还是他忙着在改国语词典呢 网友说是不是外婆的澎湖湾 要改名叫做祖母的澎湖湾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刚刚我们整个节目下来 不管是农委会还是国防部 现在连教育部都要出问题了 我们真的很想问一下 中央政府的螺丝 到底松到什么程度 连这种事情 因为我刚刚稍微查了一下资料 据说啦 这样子的政策 他们只开个两次公听会 跟五次专家的会谈 请问一下 这两次公听会 跟五次的专家会谈 就可以代表校方 家长跟学生吗 我觉得教育部 你真的没有去好好思考 因为这样子两场的公听会 跟五次的专家咨询 你就可以打破以往吗 我们这是很疑惑的 因为其实我离学校 还是算靠近一点点 我们以前每次那么早起来 真的是很痛苦 没有错 可是他这样的这段时间里面 我们要配合的是什么 我们坦白说 如果说专家觉得说 小孩在成长的过程中 他需要多休息 真正在成长是国小国中 高中生他当然有自理能力 他可以提前来学校 或者是他可以有自律的行为 自己来选择 他提前来学校要做什么 但是其实对于家长 校方还有学生自己 你知道现在蔡政府 等于是把这样子的行为 丢给学生 你要自律哦 我给你这样的空间 你要自己去做选择 这样子不是不好 可是整个的教育体制 你们要不要去思考一下 教改都改成乱七八糟了 连上课你也要乱七八糟 就像刚刚那个小哈说的 如果说我有两个系统 一个国中一个高中 一校两制 那如果说是有完全学校 国小的怎么办呢 那到底要用什么依据呢 不要再这样子螺丝松下去了 不要再把所有的选择权丢给人民 不要再让人民给政府多一点时间 政府可不可以花点心思 去考量一下台湾的人民 到底需要的是什么 我们要需要的是有方向的政府 带着我们去做更好的未来 而不是说你就丢给你 你自己决定自律 你要自律 提醒学生你要自律 你要怎么自律 你的政策方向乱七八糟 不管农委会国防部 现在连教育部 任何事情的根基就是教育 你连一个上课的时间 你都定不好了 你到底台湾要怎么样让世界看到 我们要怎么样跟国际来接轨 如果说你要用国际的教育的体制 来看的话 那台湾你的整个教育的 那十二年的教改 你改好了没 不要这样子乱下去了 拜托真的 其实台湾的年轻人 真的很需要一个 有方向有未来的政府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